我跟你讲对付柯文哲这个人你就不要跟他谈 你表达你的立场完了就把门关上 那柯文哲就说给我一点时间 他说不然就完蛋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韩国瑜上传了 他上传了 他将成为国民党不分区的第一名 外传是王坚平 现在显然这个传闻已经过去了 我们可以说 韩国瑜已经上传 他上传的目的大概就是为国民党小鸡而战 为未来的立院龙头宝座而战 这个是国民党必须要用他的原因 所以我就说过形势比人强 形势比人强的结果 我们已经看到了韩国瑜上传了 那现在马英九本来应该下传的 他促成了蓝白河 但是对不起马英九现在他还在撑船 就是马英九还要召开一次 大概是1月20号还要召开一次 四巨头会议 那柯文哲说要带一个人 就是五巨头大概他会带王珊珊 我们可以说你本来马英九下传了 现在他还在撑船 这个船能不能撑得下去 不知道 我们再来看 柯文哲要准备跳船了 柯文哲为什么才要准备跳船 原因非常简单 只不过因为他欠马英九这个人情 他必须他要还 就是只要马英九再度主持的时候 他要准备跳船 就还马英九一个人情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也不必再主持了 审得让柯文哲借题发挥 柯文哲就要跳船了 我们再来看郭台铭 柯文哲跳船以后 一定会找郭台铭 郭台铭还好 郭台铭自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他还好没有在蓝白河的那一天宣布退选 因为他要促成蓝白河 促成非绿联盟的整合 所以呢 郭台铭还好没有宣布 他就讲我等于间接救了柯文哲一命 就是说柯郭河或者郭柯河 成为了柯文哲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 我们看上船了 准备开战准备迎战 撑船了 他一计下船 没有想到船要继续开 那本来已经上了船的 就是柯文哲现在要准备跳船 那他跳船以后 旁边呢 郭台铭在等着看船 这一些人他主导了2024台湾的大选 反而朱立伦跟侯友宜的角色不见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四个人才是真正主导台湾未来的力量 如果这四个人搞不好 对不起 未来就是把江山拱手让给民进党 这四个人他也是历史的罪人 那当然再加上两个不争气的朱立伦跟侯友宜 朱立伦跟侯友宜 我们就不想谈了 我们就来谈这四者之间的关系 四者之间的关系 各位要知道马英九为什么愿意撑船 主要是韩国瑜的支持 加上五个执政联盟的县市长 让他能够撑船 各位看马英九说他支持全民调 结果国民党的党团炮轰前主席 国民党的中央党部认为不可行 然后朱立伦侯友宜认为马英九管得太多 侯友宜是非常的火 侯友宜讲他打死不要全民调 这个是侯友宜的立场 结果韩国瑜的呼应 加上五个执政联盟的县市长的支持 柯文哲顺势推收 就是说马英九出来担任见证人 因为朱立伦也好 侯友宜跟柯文哲谈了几次 统统谈不下来 马英九出手谈下来了 马英九觉得他可以撑船 撑船既然蓝白河他就应该下船 结果没有想到一系翻船 那翻船事件就我所知 萧续成非常的不高兴 他代表马英九是表达了愤怒之一 就是说那你民进党 你民众党是这样耍着玩的 就是说那一天17号的九点 晚上九点就开始进行所谓挑剔 他说不是多数决是共事决 共事决好大家通通同意了 九份民调拿了出来 他要挑剔的三条 三条以后各位你怎么发生一件什么事 就是说他们要发表 新闻稿的时候民民众党的代表是逐次的请黄 黄珊珊确认大家忙了一个晚上 确认完然后再问他要不要签字的时候 黄珊珊说不要签 你这不是在耍吗 你民众党哪有什么实力去耍 黄珊珊说大家整整个晚上都在讨论 朱立伦也接了电话 那你柯文哲就是不接授权黄珊珊 黄珊珊说不要签 不要签各位有没有发现 柯文哲第二天就求爷爷告奶奶 我跟你讲对付柯文哲这个人 你就不要跟他谈 你表达你的立场完了就把门关上 那柯文哲就说给我一点时间 他说不然就完蛋 那换句话说 大家陪你玩了一个晚上 到了最后你要签字的时候 也按照你的意思 把这个逐次稿都弄了出来 说那我不签那我不能签 这是卖生气 你不是在耍吗 这种政治手段是非常的幼稚 好我现在告诉各位 韩国瑜的上传不能够保证 国民党一定胜学 马英九的撑传 已经让国民两党陷入到极深的政治风暴 他的撑传不见得能够到岸 我们再来看看柯文哲的跳传 柯文哲的跳传 他让民众党丧失了诚信 丧失了公信力 对柯文哲也自为不利 我们再来看郭台铭的看传 郭台铭本来想要华力转身 但是现在又郭柯和 或者柯郭和 那只要这样子搞下去的话 非绿联盟只要两股力量 我一直在讲两股力量 谁都赢不了 况且会败得非常惨 那偏偏这四个人又决定了台湾的未来 如果在初选都还要打延长赛 一路打到大选的话 我只有一句话说 如果这一场延长赛没完没了的打下去 就等着民进党来接收台湾吧 因为就我所知 民进党的中常会在1月15号 听到蓝白和以后 突然停止 相关议题的讨论 全面性的备战 没有想到1月18号 天外飞来一笔 蓝白不和 然后你看看 现在民进党多么嚣张 弱势保障条款 让6%了等等的一些 你不是让你的对手找到了枪 也射到了把吗 所以韩国瑜救不了国民党 连马英九救不了蓝白和 柯文哲呢 解决不了大选的问题 那郭台铭呢 还在初选 这四个人四条心 我只能够讲 民进党能赢 那也是天意 就怪这四个人 他决定了台湾的命运 请注意 请记得网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来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